好,今次這個影片呢,我們去講一下 Esta,究竟應該怎樣Name Esta呢,它有一種很獨特的香味 多數呢,我們都蠻喜歡的,聞它的 可以造成很多種不同的味道 Esta有一個很獨特的Functional Group 它呢,就是C double bond O 然後呢,左右兩邊呢,就是 分別是兩種 的Alky Group 這個C double bond O是它的 Characteristics 的Functional Group 好,那我們怎樣Name它的時候 怎樣Name它呢,我們通常會在 O後面的Alky Group 我們先會Name它 OK,即是我們會先Name 這個部分,OK 然後呢,先Name 後面的這個部分,留意後面Name的時候呢 我們要Name 這個C double bond O OK,這個帶有C double bond O 的Carbon OK,好,我試一下舉個例子 譬如現在有一個 簡單的chemicals 我們叫做 CH2,CH3 OK,這邊呢,就是一個 CH2,CH3 這樣計算啦,OK 好,這隻這樣的Aldehyde 這隻這樣的Esta,我們應該怎樣Name呢 OK,那中間呢,這裡有一個Functional Group 我們記得它啦 先Name O後面那個 跟著再Name前面那個 OK,那我們後面 後面那個,我們看到 是兩個Carbon的,所以呢 我們會叫它做 Ethyl Ethyl OK,Ethyl 好,跟著 我們就Name後面 這個帶有Double bond O的部分啦 可能你會看到 連同Double bond O的地方 是有一個兩個Carbon 那所以呢,這裡 我們就會叫它做 Ethene OK,那跟著呢 這個Esta的Group 最後呢,其實有一個 獨特的 Suffix 我們叫做 Owait OK,那所以呢,我們叫這隻 Ethyl Ethenoate Ethyl Ethenoate Ethenoate 留意,Ethyl Ethenoate 這個名字的中間呢,是有個空格的 那所以呢,我們要分開來寫的 Ethyl Ethenoate 這些Ethenoate 其實它們都很溶水的 OK,那所以呢,可以造成很多種不同的香味 OK,那我們嘗試看多一個 例子啦 OK,譬如說 現在我有一個 C Double bond O O CH2 CH2 CH3 好了,那這邊呢,就是一個普通的 CH3 Group 這樣才算 OK,那你猜不猜到這一塊 究竟這塊 究竟要怎麼名字呢 好了,沒錯啦 我們先看後面那段 先 後面那段 後面那段 有三個Carbon 那所以呢,這個我們叫做 Propyl OK,那後面我們就看了 啊,連起來C2O O的Carbon 有幾個呢? 有兩個 那所以呢,我們就會叫做 Ethenoate 最重要呢,是記得AWATE的這個名字 OK,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就是最簡單我們去理解 怎樣去Name一個Aster的方法 那我們試下呢,回家就做下書後面的練習啦 OK,那在這本書裡面呢 Page 24有幾個Example 不如你試一下 接著我們可以再討論 當然,在書中的例子裡 還有一些substituaries 在它們的branches 就是在它們的branches 其實naming的方法都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們試一下看看 到我們回來的時候 我們再去討論 希望這個影片可以幫到你